你那同学向外洋他算什么呀 他明明知道车没是我李鹏 他凭什么把我带走啊 他不是几个超前吗 他也是不逆同学 我得非揍他砸住不可 我去找他去 冷静 行行行 继续睡吧 你找我有事儿 我还找你有事儿呢 你在哪儿 行 等着我 我马上就到 不要冲总啊 诸位 今天是咱们海伦酒店 开业六周年庆典的日子 所以我把你们这些公司的精英 请到这儿来 想跟你们聊聊 可是一直不知从何说起 大家记不记得 咱们大厦对面有一家小面馆 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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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印象 六年前的一个冬夜 一个穷小子走进了这家面馆 他要了一碗馄饨 喝了二两散白酒 兜里还剩下十块六毛钱 面馆老板跟他闲聊 说对面这幢大楼 因为精英不善要出手 穷小子就问了 卖多少钱 面馆老板笑了 说多少钱跟你没有关系 你这辈子都甭想了 小伙子顶着寒风 围着这幢大楼转了一圈又一圈 他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 什么决定啊 他要收购这幢大楼 尽管那个时候 他可能连下个月的房租都付不起了 我的客人来了 来来来来 少爹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大学同学 武警的少队长 来来来 少爹 来 先坐下 这都是我们公司的精英 来 大家坐 好 走这儿 穷小子就问这位大学同窗 借了三百块钱 临走的时候还穿走了他的军皮鞋 之后的一个月啊 他不停地奔走 什么都没有了 兜里剩的只有意志 简单地说吧 经过无数次无望的谈判之后 他终于成功地说服了一个香港商人 用先期入股的方式把四百万港币打到他的账上 他用这笔钱 付了首付 签下了收买协议 大家注意 现在这故事到了一个关节点了 从理论上说 那一刻 这座大楼已经属于这个穷小子了 下面他就要找到一笔钱 如何履行他的还款计划 到哪儿去找这么大一笔钱呢 当然是银行啊 穷小子上大学的时候 学的是历史专业 可是他的课外读物 全是金融和借贷 因为他知道这世界上没有谁比银行 更喜欢跟富人打交道 也没有谁比银行更想远离穷人 所以 他用这幢大楼做了抵押 带出了第一笔句子 好了 故事到这儿基本结束 顺便告诉大家 六年后的今天 这幢大楼的市值翻了一倍 天才 来 大家共同举杯 为了今天干杯 干杯 来来来 来来 高兴啊 干杯 老特爷 你找我有事儿 这儿说话不方便换个家 好 你们先喝 什么事儿 少弟 向洛阳 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已经身家过亿了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你怎么了 我没得罪你吧 别说没用的话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是不是把梅小美给拖到床上去了 我没必要告诉你过程 我只想跟你说 那天晚上我没强迫她做任何事情 少弟 你干吗不让你那个小排长去问问梅小美 那天晚上她对我做了什么 听你这话的意思 你倒成了受怀人吧 少弟 你今天就为这事儿来找我 说对了 你做得也太过分了 你替你手下的兵来兴师问罪 你不觉得无聊吗你 向洛阳 你现在是有钱人了啊 这我知道 但是有句话我要提醒你 你说 我谢二公廷 你变了你知道吗 我讨厌你现在这副罪恋 少弟 我早就说过 你这人仇富 我仇什么富啊 再说了 你觉得你就能代表全部的富人吗 那是你的想法 好 你不会就此跟我就分道扬镳了吧 好 向洛 少弟就是个驴脾气 别介意 我比你更了解他 是 你们了解 你更了解 少爻 少爺 少爺 小美 三哥还以为你不会来呢 我还怕你拿了钱不够犯事呢 放心好了 你这一派你替你肥三哥绝对好使 没问题 钱带来了 这些两万名片在里面 你行吗 放心好了 不会有假的吧 你别笑 我小时候叫人骗过了 行了 我走了 小布 说心里话哥 我最佩服就是你 好了好了 别跟我吃这个啊 我还不了解你啊 你没事 你能到我这儿来 行了 现在说吧 什么事也瞒不过大哥 我一个朋友 想叫我帮忙出出气 教训一个人 出了一万一万块钱 这么好的事我不得 跟大哥一块干呢 所以就过来了 教训什么人呢 那像洛阳呢 是哪公司的一个什么老总 萨儿啊 你徐哥没那本事啊 这你别谦虚了哥 这号里是一提起你谁不服啊 都怕你 甸一指长刀子 黏那小子 跑到二里地谁不知道 小的事啊 我女儿还没睡过 别想听着啊 我劝你啊 也少咱这个心 你就值那一万吗 听大哥这意思 没把这一万块钱放在眼里 这么大钱了 在这个社会上啊 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 说不定哪天 你徐哥成了千万富翁 你也用不着一惊一诈 如果你要不嫌弃兄弟的话 我还真想跟 我现在还真需要一个帮手 来 喝一个 跟我来 跟我来 小二 来 来 来 过来帮我 挖一下沙发 挖一下沙发干嘛 让你挪 你去挪 好 来 往这边挪一点 是 好了 好了 大哥 来 给电筒电话 对 电筒 快 慢点啊 我先把灯开开 还有灯呢 来 看看吧 怎么样 看这个 浦州老醋 是 毒品加工啊 我告诉你 我没那心思 也没那个打 那在地下室能干什么好事 我看看这个 浦州陈醋 这些啊 都是兑水的 都是假的 我一个徒弟啊 他就专门负责够兑这些东西 我这里呢 只负责装瓶出货 赚到的钱 我俩一人一半 税一分不用交 赶尘一年半点啊 就能挪个小康啊 怎么干 就不怕家人给K住 K不住 我说了 我这里只负责装品出货 他怎么能K住呢 就是K住了 大不了就发几个钱 进不了局子 我怕进去 我告诉你 进不住 不说了 大哥 就冲你把底牌都晾给兄弟了 你是信任我费三 别说了 过三天时间 我把我那摊挑了 我马上就过来 这就对了 来来来 我告诉你 你看怎么着啊 这个瓶盘放这儿 收拾了 四十七 四十八 加油 四十九 再一个 再一个 五十 你不是跟我说这两个叫 我就压力排吗 什么时候的事啊 高级哥 绝密压力 你别瓶了 你告诉我吧 这样啊 为啥没去呢 指导员毕业都不让你去 因为他说呀 在找到什么卧底之前 谁都不能给你倒压力排 什么卧底啊 我哪知道 我上厕所 我现在知道 我们对打枪 啥时候事啊 吓我 起来 起来 我 我 我练了 起来 不 咋的啊 你还要做 我不做 你心情不好 你不能站着 不让别人练啊 不这么自私呢 请 请 请 曹导 你必来的 真不够逗你 好像有啥急事 急 还不赶紧去 快去 给我带个好啊 好 做几个了 刚做 来帐好帐好你帮我弄 一 三 二 三 六 三 三 二 三 小蕊 哥 怎么了 太欺负你了 可是 是 老爸住院了 今天早上我接到医生的电话 说 说老爸晕倒在家门口 是林区把他送到医院去的 行 别哭了 走 走 走 现在怎么样 爸现在已经醒了 住院的钱是林职天上的 这次咱们又欠了不少的钱 哥 我想回家照顾老爸 他那边不能没有人照顾 这边的工作我已经辞了 我想在家那边找个工作 这么好的工作呀 说不干就不干了 但老爸怎么办 我还得赶车呢 我先走了 我这钱也不多 你先拿着用吧 那我先走了啊 路上小心点儿 那个人是来找涛涛要钱的 涛涛把身上所有的钱 都给了那个人 对了 我刚才在食堂还看见 涛涛跟郭铁借钱 你先回去吧 是 有事吗 没事 去吧 没事 我能了解一点别的事 对了 医院的那个检验报告出来了吗 出来了 医生要对老白长做深度的检查 你知道吗 状况比我们想象的还严重啊 要不是咱们俩人盯了紧 这病情肯定给耽误了 我们得好好的 照顾好老牌长 我给上级汇报了 上级指示 无论如何 要让老牌长恢复健康 安度晚宁 我有一个建议 我想让涛涛 我想让涛涛 参加下一次押育症 你不是觉得他经常闹事吗 怎么忽然之间又同意了 我想来想去 怀疑不是理由 就算是我怀疑他 总得给他一个暴露的机会吧 我跟你说老婆 我认识你到现在 我觉得你今天这个决定 是我认为最有魄力的一次决定 你差点吓着我了 好 那就这么定了啊 好 好 队长 本来没这两天怎么样 挺好的 他挺好的你怎么样 他挺好的你怎么样 我怎么觉得这两天 你精神有点恍惚啊 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就是 怕把布莱眠给喂坏了 明天有任务 你现在这个状态 还是别去了吧 还是别去了吧 队长 你刚才说什么 明天有任务 我能行吗 我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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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我能行 队长我能行 你放心吧我能行 好 明天有任务 我能行 有了这套监视系统 下次出任务的时候 你就可以睡大觉 怎么样 没这套监缝系统 我照样可以睡大觉 我的兵友不是犯人 还是小心为妙吧 忘了上次堵车的教训了 怎么样 有结果了吗 还没有 初步结论是 内外勾结 我跟你说巧不巧啊 昨天我又碰见机晓桥了 开一辆大吉普车 人家跟你分手以后 好像这生活过得 越来越潇洒了 看来跟你分手是对的 别不说话呀 我这人被车挺感兴趣的 跟我借了借了 那什么车的 白色的 怎么着也得几十万吧 你别没完没了啊 我问的是车又不是人 反正你们俩已经分手了 你们在乎看什么呀 我们俩是吹了 可吹了也不至于成冤家 不像你 又转移目标 那行了咱不说齐小小 说说你 在向老洋子一个月 是能成多少钱啊 我挣的是薛汉钱 没偷谁没抢谁 你别话里有话啊 我没说别的呀 能挣钱是好事啊 要是给我一捆 问题就都解决了 好 全都销毁啊 眼睛花了 看不清了 老弟们一个人看 他眼睛花了 金钱的诱惑是致命的 今年年初到现在 全国抢劫银行 和运钞车的恶行案件 一共发生了六起 总金额达到一千七百多万 这个世界快要疯了 你怎么知道下一个不是你 就因为你是无精九中队 真给我一块 看 快看 注意他的表情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干我们这活的战事 应该淡化金钱的仪式 应该把钱看成一堆纸 一堆一文不值的东西 扯淡 钱就是钱 是金钱如奋斗 那是圣人伟人的警戒 至少我做不到 你能做到 那也不能发生丑闻 至少在我之前 就农队从未发现了 以后也不会有 那一种人就快到了 你这家伙怎么这么阴暗呢 你是不是盼着出点什么事 老子看看笑话什么的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 面对金钱的诱惑 人的意志 其实是非常随格 看下了吗 怎么样 看人不能只看表面吧 现在外在的怀疑对象 都否定了 但也不能排除 凡事都有例外 那行 那你就查 但如果查不出证据啊 你还有你那些警察朋友 都得向他道歉 好好好 不说这个了 傅晓曼的事想得怎么样了 有什么可想的 有的人已经无照驾驶了 不是说吹还就吹了吗 我给你说实话 傅晓曼的舅舅 是我的顶头上司 卢主任 我怎么没听他说过呀 所以你不给我面子 得给卢主任面子吧 行吧 行吧 可以啊 那能不能先帮我约喜小桥啊 干什么 叙旧 聊聊 聊聊车 你自己约吧 把电话给我 行 我给你 大记者 下午两点一起去见齐小桥吧 上次押韵他开车跟踪我们 我想查一下 下午三点 这次押韵我 等下午三点 我能够摆搜索吗 就叫做小桥呢 我可以吃这个 你帮我吃吗 怎么吃东西 你干什么 我得吃东西 你可以吃东西 你会吃东西 你会儿给她 派我过来照顾雷了 我们出去说吧 好 说实话 我没想到少爹 这么快就有新女朋友 新女朋友 你们不是呢 我们 你误会了 我跟少爹纯粹的工作关系 真的 五十道九中队采访的 我还以为你们 对不起 我误会了 走吧 到办公室坐一会儿 走吧 小妹 小妹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别给我装傻 我跟你说事你够办了吗 弄人的事都不是急的事 你知道吗 再说他现在身边有两个 像是保安似的 你没机会下手啊 你办不了算了啊 把钱还给我 我说钱的事 那是钱的事吗 那两天 一个哥们儿飞着拽着我 又赌球 哥一下吃饭能成问题了 人家耍赖是不是 怎么跟三哥说话 三哥是那种人吗 你别说你给钱 你就是不给钱 三哥必须得去 说受受受受 别急 三哥没得去一趟 行不行 你给三哥笑笑呗 别老躲着脸 湛总 这是拿过来的一些 关于广告的方案 您看一下 还有这一份 是登下广告的布置情况 我们派人下去考察了一下 重点考察了 五个一级马路 还有十八个二级马路 以及七个中心广场 整个广告预算下来 估计要投入四百多万 我已经说过一百次了 钱的问题先不要考虑 广告就要广而告知 要高密度的传播 要有视觉的冲击力和爆炸力 除了评论媒体 电视媒体一样要上 湛总 有个叫费明的先生 要见您 说有这种的事情 他是哪儿的 自称是国税局的 可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 你让他进来吧 好的 好了 我刚才说的 你都听懂了吗 听懂了 这般吧 好的 各位 您难听 怎么称呼啊 称呼信费 我刚打过电话 国税局没有姓菲的 我自个介绍一下吧 本人叫费明 小明叫肥三 偷鸡摸过过 敲门压过锁 有教养 劳动教养过 刚出来不久 你到我这儿来收保护费啊 想看我 向左很忙 有什么话你直说 有人花钱雇我想弄你的事 现在吗 不是现在 以后也没定啊 谁雇的你 女人 我肥三仗义就仗义在这儿了 这客户我不能出卖 是吧 看来 肥先生很想赚这个钱 这不刚出来手头紧吗 那么谁 哎 让财务给他包个红包 是 老总 这是我的名片 你那 有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 随叫随到 没问题 我这人子 就是实在 你不怕我举报你 你根本就不是那种人 再说你怎么能跟我一般见着呢 是不是 那没事我先过去 有事就打电话 绝对合适 路上小心啊 自己多注意 那我走了 对了 我这有点钱先拿着用 这哪儿来的钱啊 别管哪儿来的钱了 你就拿着用吧 那我走了 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是 赵也让你来的 跟他没关系 是我自己要来的 赵也 老战影了 人也不错 可是咱们认识这么久呢 看着你们 一下子分手了 觉得挺可惜的 其实我也不想就这么散了 毕竟两个人相处久了 彼此也都了解了 那为什么就散了呢 现实啊 很明显 跟着赵也 我只能躺在云里和西北风 你说的 不至于吧 再怎么说 赵也比我的收入 那可是多多了啊 那人家是银行白领啊 人和人的标准不同嘛 赵也离我的标准 还差很多 这倒是 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啊 我可不是特意来看你的 我是去火车站送我弟弟 顺路 据我所知 你到我这儿并不顺路啊 你还有弟弟 从来没听你说过 有 我们家可比你们家那么复杂的 我妈去世得比较早 我爸拉出我们俩长大 赶紧吃吧 吃完了好送你回去 我出来太长时间了 我爸给我租了房子 我已经搬出来住了 黑工厂要开了 他什么都没跟我说 我爸爸 你别看 就在你右边 行 先上 来 这瓶啤酒啊 冰镇的啊 好 好 这长得很漂亮 赵哥 萨儿啊 您可要想好啊 这生意可犯说得完 我私舅在工商局 你怕啥 什么时候都能招了 要不是你这私舅啊 我也不会拉你去活 你也要是没有我私舅 你就不理我了 你怎么知道呢 我还知道 你昨天晚上在桑那 泡了种种异性 一共花了九百三十七元 徐哥 你什么意思啊 我就是想知道你的多一点 我爸过来了 那就来吧 我已经跟他说了 我们俩的事了 没关系 爸 您好 你就是小飞说的对象啊 是 就是他 您请坐吧 坐吧 小飞说你是个警察 现在看来 你不像个警察呀 确切地说 我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还在服役过程当中 当兵的 你有钱吗 爸 你这钱还谈什么恋爱 小飞 走 跟我回家 爸 我不走 我就要和涛涛在一起 你别管 我不管你 谁管你 那你在监狱的时候管过我吗 还认识我吗 打过我 我刚从监狱出去就揍过一顿 去去 等一下 徐哥你现在一句话 我新生拿一块给菜了 去去去 这没你的事啊 我们现在胳膊还疼呢 你告诉你 有空的话 我要照你单独谈谈 你认识他呀 走走走 快走 走 谢光临 挺奇怪的 怎么了 说说你的看法 按说我们两个女孩子 第一次见面吧 再怎么样也应该掩饰一下 自己的感受 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可他为什么就有这么刻意地 把经济作为分手的理由呢 太吃若若了 上车吧 也就是说他这个说法 不太具有说服力 咱问题是 赵爷和小乔谈分手的理由 借口是完全一致 这就有问题了 我累了 我走不动了 请不动了 快点 快点 我们队长 我们队长 上车吧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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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吧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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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曹操 到 你不是跟我说 你要送你弟弟吗 是 我父亲病了 弟弟 那女孩子怎么回事 说话呀 哑巴了 队长 真没什么 就是遛了遛马路 敢在我眼皮子底下 跟女孩子见面 胆够肥的呀 叫什么 徐晓菲 大点声 徐晓菲 说什么时候开始的 还没开始 还没开始 就给你遛马路 我给你驾着干什么的 送你弟弟 你倒好 跟女孩子见面 你真行 说吧 怎么认识的 当兵之前 在网上认识的 我们聊得挺好的 我们是一个 CES战斗小组的 CES CES就是网络反恐 经营游戏 这都没玩过 没玩CES很丢人吗 很丢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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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涛涛单独待一会儿 你先回去吧 好吧 下车 李正 涛涛啊 涛涛 好样的 我在大会上是怎么说的呀 你一个冰蛋子 能跟驻地的女青年搞对象吗 我都多大了 我现在不是还是一个人在瞎晃悠吗 你慌什么呀 我跟你说你要是不来当兵 你跟我屁关系没有